這樣橫畫短,加一點粗細 手畫平起 下來直的,然後再彎 彎了以後,這一個動作就很大 很大以後就彈起來 短橫,還是加粗細 後面稍微微微的骨頭 這都是斜的 折 那這裡是斜切入筆,出風就出風 沒什麼了不起 不要筆筆回風 很多人問說你前面怎麼尖尖的 啊刻鐵就金尖的啊,當上就寫尖尖的 五是扁的,齒是長的 長得高高的 長得高高的第一藥物就是撇不能寫太完 它的鈉一向就是熊強有力 不要在某個地方停太久 通常在最重的地方不要停太久 會暈開 這三個短 可能要靠近一點 那撇鈉要展現 然後前面起筆還是有變化 後面還是有變化 不要把寫字變成套公司 其實 每一個書法家在寫字的時候 他會期望 每個筆畫會有一點點不同的質感 這個叫習慣 從頭到尾都一樣那是電腦 只要遇到三個短行 請你想辦法 那這裡要注意一下 他上面這個通常都不會伸得很長 他在歐陽巡的之後會收很長 他不會 不會是因為他喜歡維持一種方方正正的樣子 其實這個多巴塔感覺有點像那個寫字書啊 就寫得很標準 他早期他有寫過 三字路書 都是屬於四字的書啊 其實這也有點像 寫得很重重的 通常他的數畫重 但是不用每個數畫都重 看起來會很奇怪 那你還要注意說 那個所謂的比較重的筆畫 也有分比較重中的 非常重 或是重中的比較輕 這個差別一定要做出來 不要重到每次的幅度都一樣 比如他是0.2公里 然後每一次重都0.2公里 那這樣就套公式 寫字不用套公式 很多人都喜歡去把它整理整理 整理是有助於了解 但是記得你整理出來的資料只是參考 不能變成一個公式 如果每次這樣都變成一個公式 那你會發現這個字看起來會覺得 比較無聊了 變化少 每一個藝術家再偉大一點的 他都會變化 因為我們不是那個西洋幾何設計那一種 幾何設計就是圈圈叉叉 我一定要設計的都一樣 對稱怎麼樣 我寫字絕對不行 寫字通常是在不平衡中求的一個平衡 絕對不能在平衡中求平衡那就呆啊 欸 謝這時候你要考量他是比他長還比他短 看起來他寫的比他短 應該崩石的位置 但他寫的重量比較重 感覺又比較短 那我故意讓他勾的不太一樣 是不想讓他有點說啊 這不想讓他說這裡跟這裡勾都一模一樣 然後複製貼上 這樣很不好 手 平的出風抬上去 細細的略出風抬上去 這應該是壓下來那看不太出來 那注意這個地方他會有稍微有點側一下過了 所以這掃出去才會自然 這個招的言跟剛才謝的言又寫的不一樣 其實他還是有變化 不能因素他是 就是都是套公式 因為很多人對他批評的實在是不好聽喔 說他字比較俗 其實並不俗啦 他只是寫的比 比較確定 但是不代表他沒有變化 很多人就把那字寫的確定代表沒變化 那是因為你看不出來 你不會寫 我一直覺得 他在很多小地方 都一直在嘗試做一點改變 可是 不講你就覺得 都長得一樣 講了又覺得 對齁他不太一樣 做得比較隱晦一點 那現在寫的這些字 我覺得寫的很標準 比如說這是手部 手部他寫的很長 這次沒勾 起鼻 跳上去 那旁邊的鼻 就不需要寫那麼長 然後不需要那麼長 裡面又分兩種 這一個是短的 這一個是略長的 然後下面也不伸到底 就直接保持這些空間距離感是一致的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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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